水利方碑2013年海外华裔青少年歌唱比赛近日在巴黎举行 获奖选手们将参加7月底在北京举行的全球总决赛 由法国商会及全法北京人协会联合举办的2013年水利方碑 海外华裔青少年中文歌唱比赛以中文歌曲比赛的形式 吸引了广大在法国华裔青少年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情 在比赛结束后中国驻法大使馆李平公参向获奖歌手表示祝贺 并肯定了水利方碑各场比赛在海外华裔青少年中起到的积极作用 如果唱歌学习中文大家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 从中国的文化当中学到很多非常有益的知识 华国赛区获奖的华裔青少年歌手们将参加7月底在北京举行的全球总决赛 法华卫视法国8月报道 桐集团